迪卡尔,舒本华,这些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们 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撰写的哲学理论 有一天会被影像工作者所使用 并植入到了一部末世科幻电影之中 当我们用哲学的眼光来重新审视黑格帝国时 我们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从古希腊到近代美国 从印度密宗到中国道者的哲思 故事随着尼奥等人的旅程一步步深入 而其中蕴含的哲学理论也由前入身 黑格帝国系列中的所有设定与故事反转 在这些哲学观点中都有迹可循 所以理解这些哲学思辨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沃卓斯基兄弟在创作中的逻辑 也能够更好地理解黑格帝国在他各方外壳之下 试图唤起人们思考的内容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我们的节目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关注 解锁更多的电影深度解析哦 在电影最初莫菲斯就不断地称尼奥为The One 也就是救世主 而尼奥的名字Neal 顺取调一调 其实就是One 这在明明之中也早就暗示了尼奥的救世主身份 而救世主这一语言 其实是源自西方圣经中的耶稣形象 那么让我们看看 电影中是如何加两者形象进行连接的 尼奥在举程中的本名是托马斯·安德森 托马斯在西伯来语中意为双生 这里也暗示了尼奥的双重身份 安德森 希伯来语本意为人之子 这正是耶稣的身份 同时 托马斯也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 被称为多疑的托马斯 他是一个怀疑论者 不相信耶稣的复活 直到他看见了耶稣的伤口 这也暗示了黑客帝国第一部的故事 其实就是讲述了尼奥 从质疑自己的救世主身份 再到最后的认同 这个认同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尼奥在第一部的过程中 不断地变得自信与笃定 而最终促成他由人至神的蜕变的事件 其实就是他的复活 关于尼奥的复活 大家都有着不同的解析 大部分结论都归结于 崔尼蒂对于尼奥的爱 这个理论其实是有道理的 稍后我们也会聊到 但我们认为 背后人就是由宗教内核 在驱使着事件的发生 崔尼蒂的英文是Trinity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三位议题 寓意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议题 那么这样的话 崔尼蒂的文 在某种意义上 是不是也能看作 是对尼奥救世主身份的一次 重新定义呢 但其实 尼奥的复活 在剧情上 是主角不死定位的结果 在宗教意义上 就代表了耶稣的复活 耶稣复活这一事件 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 所以 从这一角度上看 尼奥必须死 然后经过这一次 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活 才能真正完成 自己救世主身份的转变 而莫菲斯等人 对尼奥的信仰 也必须建立在 耶稣复活 这一事件的基础之上 理解了尼奥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矩阵世界 其实 矩阵世界的存在 可以认为是 由两个著名哲学理论中 衍生而来的 第一个 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 提到的洞穴理论 洞穴理论 简单理解就是 有一群囚徒 被关在洞穴里 他们从小就生长在这里 被锁链锁住双手 不可回头 只能看着前方 他们的身后 有一条通道 洞穴外面的人 走过这个通道 火光 在囚徒面前的墙上 留下影子 囚徒们便会认为 这些影子 是世界上 唯一真实的事物 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人被释放了 他看到了火光 和通道上走过的人 再后来 有个人将他带了出去 带到了正常的世界 他会觉得 早上没有见过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陌生和怀疑 直到后来 他接受了这个世界之后 回到了洞穴 试图解救他的囚徒同伴 可同伴们都认为 他疯了 不愿意跟他一起走 柏拉图告诉我们 我们看到的世界 可能只是一个影子 困住囚徒的洞穴 同样也困住了他们的思维 因此 他们不觉得 自己是洞穴中的囚徒 那就更不用说 会有征途出洞穴困境的概念 与渴望了 同样的思考 也被放到了局阵之中 生活在局阵里的人 犹如洞穴中的囚徒 而莫非斯一样的决心者 不断地回到局阵 试图解救更多的人 第二个理论 来自于 娱乐内蒂卡尔的 邪恶天才理论 他描述到 在这个世界中 存在着一个邪恶的恶魔 他创造了一个梦境 欺骗者正在熟睡的人们 甚至我们感知到的 天空 空气 颜色 甚至数学和逻辑规律 都是恶魔的杰作 假如真的如此 那我们该如何 打破这个梦境呢 蒂卡尔的答案是 我怀疑自身是否存在 他认为 疾病一切都是假的 当我意念所发之时 我便是存在的 换言之就是 我怀疑 我便思考了 我思考了 我便存在了 简化之后 就是那句著名的总结 我思过在 这也是尼奥 能够脱离矩阵的核心 同时也是他不断进化 成为超人存在的理论基础 在黑客帝国的世界中 获得力量的途径 不是日复一日的锻炼 而是不断地质疑 不断地思考 凭借对自身存在的顿武 来达到精神和身体能力的升华 当我们试图解读 黑客帝国 与基督教神话的联系时 我们看到了就是这种形象 与正统基督教神话中 耶稣形象的高度重合 同时我们也发现 举身世界和现实的对立 其实也借鉴了一些 基督教对立的教派思想 那就是诺斯底教派 诺斯底教派 是公元二至三世纪 活跃于古罗马的宗教 诺斯底教派认为 人的基本问题是知识 同时 他们信仰着一种二元论的世界观 一个属于灵的世界 是圣洁和纯净的 一个是属于人的世界 是邪恶与败坏的 而身处肮脏世界里的人 能够通过对知识的探索与领悟 使自己的灵升华 去到属于灵的世界 我们认为 这也是最早的 将人类的身体与灵魂 现在更多的看作是人的意识 分为两个独一的部分来讨论 意识 可以超脱身体的束缚 这一理论 也为后来的科幻作品 打下了坚实的想象基础 那么 在了解了基本的世界观之后 我们在分别从这三部 黑客帝国电影中 看一看 他们是如何循序渐进的 将哲学观点融入其中的 最容易理解的 其实便是第一部了 机器被描述成纯粹的反派 人类成为绝对的正义 第一部电影中 更多的 便是在将我们之前聊到的 世界观基础 传达给观众 不过 在这里也不得不提到 霍卓斯基具有预见性的设定 即 机器使用人类作为能源 这一设定 美国黑人社会学家 康奈尔韦斯特 曾经针对美国的 种族问题提到过 黑人如何从白人的眼中 看到自己 但他们没有真实的想法 无法视自己为真实的人类 他们是通过权威的 白人社会 设计的框架里 来看待自己 相信 那时的握着司机 在创作中 也将种族问题 融入进了人类 与机器的关系之中 在矩阵中 人类是没有思想的能源 人类生存的目的 是为了向机器世界 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即人类 只是电池 而大部分愚昧的人类 处于矩阵中 而不得知真相 而20年后 我们再看这个观点时 发现电影中 人类与机器上的奴役关系 已经不是仅限于种族问题了 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 阶级问题 这也带出了黑客帝国 第一步 希望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应该对任何形式的权威 抱有怀疑态度 我们应该质疑 对权威盲目服从的任何形式 除此之外 第一步也紧密地围绕着 什么是真实 来进行讨论 从故事上看 第一步就是讲述 尼奥是如何认识 矩阵世界的 虽然在矩阵世界中 我们看到的是1999年的都市 但是 这些鲜活的画面背后 其实不过就是一行行绿色代码 而尼奥死而复生之后 画面给到了他的第一人真视角 在他眼中 他眼睛的人物 都变成了绿色的代码 这也告诉观众 他看到了真实 而尼奥用自己的双眼看到真实 可以说是源于哲学家 乔治伯克利的哲学研究 乔治伯克利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创始者 他相信 存在就是被感知 即真实 只存在于你的主观见识中 其实说了这么多 大家也能够感知到 黑客帝国中运恒的这些思考 都是在鼓励着人们去思考 而不是被动地接受 即使面对那些 约定俗成的规则与定律 也要通过自己的思考与体验去验证 只有自己通过思考获得的感悟 才是唯一真实的 核心的存在 当我们快进到 黑客帝国宠中上阵 影片一开场 就是一段尼奥预言式的梦境 当我们认为 尼奥既然成为了就是主 那么 带领人类 掀翻机器统治 将变成水岛去神的故事主现实 波州司机告诉我们 不是的 我们还需要继续思考 而这个思考 其实在第一部中 就埋下了伏笔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提到 三部黑客帝国系列 维绕的大主题 可以理解为自由意志 在第一部中 我们看到尼奥振脱矩阵的束缚 获得自由 并且在故事中成长 最终 看破矩阵的真相 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转变 但是 我们也别忘记了 矩阵中 还有一个特殊的存在 先知 大家是否记得 先知与尼奥见面时 先知先提到 别介意花瓶 而尼奥盲然地问 什么花瓶 然后一转身 便碰碎了先知的花瓶 这其实就是我们 一直讨论的一个千古难题 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 如果先知能够预测未来 那么是否代表着 未来其实已经注定了 而觉醒的人类 看似拥有自由意志 那在已经既定的未来中 所谓的自由 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要看似 一切发自内心的选择 是否其实只是一场 被安排好的剧情 如果细心欣赏 第二部作品的话 我们会注意到 传片中不断地出现 关于自由意志 与选择的讨论 但是在影片中又明确表达出了 主角们以为拥有的自由意志 只是由一个更高的存在 赋予他们的虚假的选择权利 主角们看似有选择 实际上 则是陷入了无尽轮回的宿命论之中 影片的每一个段落中 主角团们都看似做出了选择 但是不知道观众们有没有注意到 无论是尼奥 还是莫菲斯与催泥地 他们始终被困于 二选一的困境之中 而且 这样的选择 自始至终都是被动的 他们以为自己做出了选择 可是 这样选择背后的自由成分 已经遭到了剥夺 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自由 倘若苏醒的人拥有真正的自由 那么 他们也应当拥有选择的自由 可如今 他们不得不面对 这些受到限制的选择 那么 他们所谓的自由 其实也是一个假象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 将世界封为本体与现象 我们的认知 仅仅限于现象世界 现象世界 则是本体的表象 在这里的本体 在康德理论中 被认为是意志 所以可以说 我看到的世界 是我的意志的表象体现 而同理的 电影中的举身世界 也是机器意志的表象体现 而在第二部中 代表了这个意志的存在的 正是先知口中的电脑主机 万物之源 法国数学家 天文学家拉普拉斯提出过 物理因果论和决定论 他认为 世间万物之所以会发生 是因为微小粒子 相互作用的结果 所以理论上 当我们能够知道 某个粒子 在某个时间点 在什么位置 我们其实便已经拥有了 预知的能力 当然 这早已被当代物理学家 证明是错误的 但是 这个理论 也给予了建筑师房间的 设计灵感 我们在电脑主机的房间内 看到的是有 无数个小屏幕组成的墙面 而作为一个全知的神 他能够时刻观察到 他的意向投射 举身中所有事物的一举一动 从中上阵中 关于英国的讨论 也一直延续到了 故事的高潮部分 在故事第三幕的行动中 吃钥匙的老人说道 这其实参考 印度佛教思想中的 关于万物合一的一元论 而在整个行动中 某主司机兄弟 也通过出色的平行剪辑 向我们展示了英国 尼奥因为遇见了 崔尼蒂的死亡 所以请求他 不参与这次行动 可是 在一个小小的罗斯 制造的蝴蝶效应中 我们看到村尼蒂 不得不进入矩阵 而尼奥的梦境 也成为了现实 这一段平行叙事中 让观众看到了 有因必有果 一切重大的 意义甚远的结果 有可能 只是因为一个 微小的事件的作用 而如果尼奥 能够遇见这个未来 那么请问 这一切 是他们自由意志 驱使的行动 还是只是 矩阵设计的剧情呢 答案 也许我们早就猜到了 当尼奥 进入充满光的房间 到达矩阵的终点时 他也终于得知 矩阵存在的 更深层真相 曾经 人们单纯地认为 人类被机器 当作了电池 但其实并不是 机器通过营造了一个 无限接近 人类社会的空间 来学习人类 而当电脑系统 出现过多 笼余的数据之后 矩阵将会重启 同理 也发生在 人类最后的城市 西安 在尼奥之前 也已经有了 五位救世主 他们经历了 跟尼奥一样的故事 到达了主机房间 而在西安毁灭之后 他将带着 剩余的人类 重建西安 这样的设定 相当于打破了 第一部中的 就是主设定 将就是主设定 套入了轮回的宿命论中 当你要面对自己的 最后一个二元选择时 一边 是重建人类社会 一边 是拯救自己心爱的人 看似公平的二元选择 可实际上 也是建筑师 早已预判好的结局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 哲学家大卫休姆的 金言英国理论 在休姆的理论中 我们对未来的预知 其实是建立在 我们过去的 经验基础之上的 比如说 我们知道 当手放开之后 手里的物品 会掉在地上 所以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现在放手 那么下一刻 我们手里的东西 也会跟以前 无数次的经验一样 掉到地上 而基于这个原理 建筑师 看似给了你要选择 而实际上 这并不是一个选择 之前的经验 告诉着他 救世主 会牺牲小我 成就大我 在舒本华的哲学著作 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 他谈到 人的经验 是相当主观的 而唯一你可以信赖的 基本是 人类的经验与选择 而在 《重装上阵》中 我们就不停地看到 不同的角色 面临不同的二元选择 而既然选择的范围 被界定了 也就说明 所谓的自由选择 是不存在的 在面对二元选择时 唯一打破他的办法 其实 是找到第三元选择 但是 一直到影片的最后 主角们 都没有能够找到 打破二元选择的方法 从第二步开始 我们渐渐可以看到更多 关于东方佛教 道者的哲学思考 当我们讨论因果时 而因果循环 最终就不可避免地 衍生向轮回 这种虚拟的世界 只有在轮回中 才能获得永生 轮回思想 大致取缘于 印度奥义书时代 在佛教中 应对生命实相 不明耀的无明 导致种种生死的烦恼 未能断尽 便辗转生死 娱乐道之中 在电影中 这个烦恼值得救世 救世主带领人类 打败机器 这个飘渺的希望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希望 才不断有新的尼奥 新的崔尼蒂和莫菲斯 这些人物 在不断的经历 救世主出现 先安毁灭 救世主重建的轮回 可以说 一直到这一刻为止 尼奥作为救世主的剧情 一直是按照举政的剧本发展的 可是这一回 为什么尼奥 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他是主角 从剧作角度上理解 尼奥必须成为 这个打破轮回的人 而这也是故事创作的核心 通过主人公 主观的选择与改变 创造新的冲突 推进故事 往未知的方向发展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驱使尼奥 做出这个选择的究极答案 是爱 在东西方文化之中 爱都被视为最终的真实 是激励 驱策 和引导我们的东西 是人类拥有的最神圣的部分 同时 爱也具备了解决一切 理性不能解决的问题的能力 同样的 也重视爱 让尼奥在第一部黑客帝国中 得以重生 在西方许多经典科幻 魔幻作品中 爱 都是神秘而伟大的力量 也是一个种族能够具有的 最高级 最盛级的情感 影片中 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细节 当尼奥站在建筑师的房间里 得知救世主的真相时 我们看到了 周围的屏幕上 显示出了不同的尼奥的反应 然后 镜头缓慢推进 定格在了众多尼奥中的其中一个 其实 这也可以变相延伸到 最近十分火热的多元宇宙理论中 墙面上无数个尼奥 代表着可能出现的不同的故事走向 而也许此刻 建筑师早日通过运算 看到了尼奥做出的不同反应 即将导致的 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未来 而这一画面 也在告诉观众 此时 尼奥看似冷静的外表下 内心早已不掏汹涌 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救世主信仰 既然只是对方事先安排好的宿命 他的内心 无可避免地出现动摇 而与这个画面形成鲜明对比的 则是做出选择之后的尼奥 当他决定为崔尼蒂 放弃重建西安时 我们通过这个全景镜头 看到身后屏幕中的尼奥 都与眼前的他一样 坚定地 往向右边的门 那一刻的他是笃定的 尼奥一直对自己的使命感到迷茫 即使成为了救世主 他也不断地向周边的人询问 我该做什么 然后根据对方的指示去行动 只有在这一刻起 他才真正知道 自己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那就是拯救自己心爱的女人 为了这个目标 他宁可放弃救世主的使命 可以说 从这一刻起 尼奥摆脱了救世主的身份枷锁 成为了真正的自己 而就连机器又不得不承认 有些他需要的答案 需要不完美的人类来解答 而不完美的人类蕴含的特质 就是我们每个人情感中 感性的那一部分 如果理性能够战胜一切的话 那么人与机器的战争 早就结束了 正是因为人类感性中 潜在的不可预知性 也使得人类身体内 蕴含的潜力 大大超乎了机器的想象 尼奥得天独厚的潜力 以及他后天的发展 也使他成为了程序的编辑者 并且在第三部中重启了矩阵 在第三部《矩阵革命》中 我们看到的是更加自信的尼奥 在摆脱了所谓的救世主身份之后 他反而认清了自己的能力 清除了自己的目标 同时也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影片中 随着尼奥失去眼睛 我们反而更多地 看到了他的第一人称视角画面 这恰恰是导演想要表达的 不管是尼奥所在的现实世界 还是矩阵世界 都是机器展现的表象世界 而尼奥 随着自身能力的增强 他能够看到的 是别人看不到的真实 而第三部作品中 则加入了更多的 印度佛教 中国道教的内容 小女孩萨蒂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萨蒂这一名字 在印度神话中 是师婆神的第一任妻子 在他自尽身亡之后 师婆神悲痛与绝 带着他的尸身四处流浪 而皮尸奴看不下去了 他将萨蒂的身体砍成碎片 散落在印度这片土地上 而萨蒂肉身掉落的地方 就成为了印度朝圣者的圣地 而电影中的萨蒂 像是一个程序设计师 他设计了夕阳与彩虹 而夕阳与彩虹这两个异象 在许多宗教中 都被认为是神圣的 全片从始至终 先知都佩戴着一对阴阳耳环 这也暗示了本片 传达出的道教阴阳思想 阴阳平衡 正是本片想要传达的 对于人与机器关系 共生关系的答案 这种阴阳对立的关系 由我们提到的先知与建筑师 先知负责打负矩阵的平衡 而建筑师的责任 是维持矩阵的平衡 两者的作用相互抵消 矩阵才能在某种意义上 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而尼奥与史密斯的关系 也是一段阴阳的对立关系 大家是否还记得 史密斯是如何诞生的 可以说尼奥的觉醒 也促成了史密斯的觉醒 而日益强大的尼奥 与逐渐失控的史密斯 也构成了一种阴阳平衡 所以最后尼奥也误出 要彻底消灭史密斯的方法 就是牺牲自己 所以与其说两人是敌对的 不如说两人是共生的关系 而缺少了任何一方 平衡都不存在了 只有两人一起消失 阴阳相抵消 才能够达到平衡 所以尼奥必须死 但是尼奥死去的方式 也非常值得研究 我们看到 光束从他的身体内部 迸发出来 为什么选择了光呢 这大概涉及到了 犹太神秘教派的思想 上帝在最初的时候 创造了一道光 这道光 可以说是创世之光 是最神圣 最强大的力量 而当史密斯 贪婪地与尼奥融为一体之后 通过接口连接着尼奥身体的 机器大地 从而拥有了对史密斯的控制权 通过这样的方式毁灭了它 也对矩阵进行了一次重启 而通过尼奥与史密斯的 阴阳相抵之后 人类与机器 也终于达到了短暂的和平 在黑客帝国电影的结尾 我们并没有看到 人类最后的堡垒西安 发生着什么 我们只看到了矩阵中 缓缓升起的夕阳 也许 自此之后 西安又将慢慢发展 成为一个强大的地下城市 而机器也将休养生息 是否若更年后 人类与机器的关系 又将达到一个失衡的临界点 此时 是不是又会有一个救世主 前来打破这个结局 黑客帝国三部曲 给出了一份看似满意的答卷 这又给所有人 留下了无数遐想的空间 和未及的答案 将近二十年之后 也许这个答案能够得到揭晓 不久以前 华南正式放出了 黑客帝国四的预告 熟悉的那个矩阵世界 又回来了 沃卓斯基兄弟 已经变成了沃卓斯基姐妹 曾经风度翩翩的尼奥 也变成了约翰维克大叔 留着苍三的长发和胡子 通过预告 我们似乎看到 尼奥又陷入了一个 新的矩阵轮回之中 而本该死亡的翠尼蒂 也出现在了故事中 这是否又是一次 与前作类似的觉醒之旅 还是能够进一步 拓宽矩阵世界 让观众延续二十年前 未完成的故事呢 我跟大家一样期待 从目前的预告片来看 影片在预算 市校上 都远超当年的作品 但是 过于完美的画面 反而令电影失去了 当年黑客电影中 粗糙的质感 而贯穿三部作品的 主色调绿色 也仿佛已经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更加乌彩斑斓的 色彩运用 作为一名黑客帝国老粉 我实在不确定 这样的电影 会是我想看到的 黑客帝国去集 但是 我仍就对它抱有 无限的期待 不知道 在看完黑客帝国 司的预告之后 大家是如何作响的呢 欢迎在评论中 分享你们的见解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不要忘了点赞 收藏 转发 让更多人发现我们 森尼马拉松 我们下期见